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时候 一位外宾跟周恩来很熟 就问起了他的接班人的事 周恩来指了指身边的一个人 说已经找好了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邱惠作 江西新国现任 后来邱惠作再回一路中记载的这件事 当时在场的还有叶帅和熊向辉 熊向辉后来也证实了这件事 想来不虚 其实周恩来和邱惠作有着很深的渊人 长征时周恩来患重病 肝脓肿 高烧婚礼不行 就是邱惠作带着三名战士 一直用担架 把周恩来抬出草地 而在长征之前 周恩来同样也救了邱惠作一命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 其实 如《杨尚昆回忆》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 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 转向战略转移的 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 闻蜜而不宣地进行着 到了突围前夕的五、六、七月份 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 即突击扩从、突击征量、突击肃反 期间 邱惠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 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 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织书记 的邱惠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 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把几处冰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 另外把大量的福财买掉 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 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 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 绝对保密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 要是传出去 就会动摇根据帝军民的士气 对斗争十分不利 周恩来特别叮嘱 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 最好夜间行动 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 如有泄密 军法不容 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 说是协助 其实是监视 完成任务一个月后 第五次反围角的形势更为严峻 但红军内部的诉反也更加严厉了 十月初 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 国家保卫局已将秋会坐牢牢控制住 寸步不理 因为秋掌描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 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 他们怕秋开小差 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 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 是否是否把秋会坐彻底保密掉 急秘密杀害 到了黄昏 突然闯进来几个人 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言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 然后把秋会坐当死刑犯绑了起来 秋连呼冤枉 但没有用 也是秋命不该决 就在押绑行刑场的路上 正好碰上周恩来 邓发 还有秋的直接上级 红军 攻击部部长叶继壮 三人骑着马英面而来 叶继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 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 周恩来也有些惊愕 他没有说话 只是面向邓发探寻 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起眼睛 意思是按老规矩版 这时 秋会坐则死死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 他还是个孩子 交给叶继壮带回去吧 这样 才给秋会坐松了吧 他跟在叶继壮的马后 一路奸跑回了攻击部 秋会坐在晚年回忆这桩事实 还颇为感慨地写道 叶继壮一个争辩 周恩来以到命令 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 让我多活了七十年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攻审时 秋会坐的罪名是 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 并迫害他人 秋会坐不承认这些 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林彪是清白的 这样的理念一直伴随他度玩余生 当他下葬到故乡新国县后 一块石牌上刻的周恩来 在1967年3月30日 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称赞他是称职的后勤部长 和坚定的老红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